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选择 如果你想了解我们的节目或者是报名咨询的话 欢迎您拨打栏目组织线电话 6331 2752 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周一到周五都是晚上的9点30分 届时欢迎您的收看 好了 先来介绍一下现场的三位老师 他们是心理专家素质老师 欢迎 心理专家马剑老师 欢迎 心理专家金莹老师 欢迎 欢迎三位老师的到来 那么接下来要上场的是一号女嘉宾 赶紧认识一下 有请 刘洪老师好 你好 丹文老师嘉宾好 好长的好 好嘴啊 个儿不矮 个儿不矮啊 你看着得多高 得高一米七得多 对吧 这个比例上身很短 下身很长 像那个模特的这个比例一样 个子也挺高的 还算可以吧 一米六八 哦 还穿这么高的高盔鞋 天啊 你这个高盔鞋好高啊 来咱坐下聊 坐下聊 喜欢 哦 这平常生活中也穿这么高的高盔鞋吗 差不多 哎呦 那很爱美是吧 女人嘛 哎呦 这说的我们这女人哈 有点惭愧 这觉得穿高盔鞋挺累的 但是比起累 美更重要是吗 对啊 女人肯定是爱美的 她本身个儿都高 再穿这么高一个高盔鞋 有点不搭调 我看您这身材保持得真好啊 这腿又细又长 然后腰腹也很紧对 就健身那时候多一点 平时 哦 爱健身啊 对对对 所以真是保养得好啊 这个大家猜猜我们一号也是年龄吧 五十多 六十猪头 六十猪头 您觉得呢 五十五左右 五十五左右 您呢 我丑不出来着 我不会丑 太丑着像三十多岁 哎呀 太年轻了 真的有那个超模卡门的状态 像多大年龄啊 嗯 光看身材的话 真的是二三十岁的人很多都要自愧不如 气象上我感觉应该有五十了 五十啊 精气神 身材 走路的状态 我觉得也就是三十岁左右的状态 啊 建议老师猜一下 我觉得阿姨应该也是五十岁左右 但是从身体年龄上来看 我觉得也就三十多岁 对 关键是 就是不光是腿长啊 就一点肚子都小腹都没有 就好多这个女士啊 真的是比如生过孩子之后难免啊 您这怎么做到的呀 对 还是健身的原因 就是健身的原因 喜欢运动 像跑步了 游泳了 最近两年玩那个器材的东西多一点 您现在还撸铁呢 对对对 真是健身达人了 那我们一号女士到底年龄是多大呢 一起来看一下基本资料 一号女士杨小平 五十七岁 黑龙江人 先丧偶后礼仪 会计退休 燕娇有房 快六十了啊 那真是这个身材状态 皮肤状态都看不出来 那我们一号女士肯定有很多的故事啊 来一起了解一下 我们一号女嘉宾有怎样的故事 怎样的人生呢 一起进入她的原来是你的环节 请看 身体年龄三十七岁 生命很脆弱 我以为年纪大的就能脚踏实地 加以不住这叫做 反正都不配 我以为说 加以不住 你不配不配 哦 身体年龄 三十七岁是您自己评估的吗 不是 不是 在健身房 健身它有那个器杰给你检查 就是说我的身体年龄 是实际年龄说小二十岁 哦 真的三十七岁 就是这个肌肉是心啊 心肺功能等等 对对对 您今年七十 您觉得您身体状态是多大年龄了 我现在想做六十多 我就是也像六十多吧 我五十多吧也就是 哦 打照片自己十年 年轻和十岁 我爱打冰棒球 哦 哎呀 那您每天 什么样强度在训练呢 嗯 这疫情这段时间 锻炼得多一点 这健身房 嗯 有的时候在那一天 能能待五六个小时 跑步一个多点 什么样的配速 就是七到八 每天跑 对 然后跑步之后呢 跑步以后完了去录铁 录完铁 完了再衬衬肌 亚亚瑜伽这些东西 哎呦 天啊 就是开开惊喜 您是不是这个健身房里的 一道风景线人说 哎呦 这位女士 对吧 身材保持这么好 但五十多最快六十了 还行 大多数的都比我年龄小的 我就跟他们在一起练 哦 能有一个带动的力量 哎 和年轻人总在一起 是不是也能让自己 这个状态更年轻 肯定会了 那年轻人的火力 你看着也是羡慕的 出去跟你玩 你都不是上两碗里头 不是一路人的 咱们早就对我试试 感觉生活轨迹不太一样 对 没法安排 那生活应该觉得 还挺充实的 现在就是想来咱们节目 找一位能聊得来的先生 您现在是生活在哪里啊 我现在在那个燕郊 住在那个三河燕郊 买了一个房子在燕郊 哦 健身也是在周围 朋友也都是燕郊周围的朋友 对对对 一五年搬过来的 稳定下来了等于 稳定下来 看您的这个基本信息呢 之前这个丈夫过世了 对 有家先生他是 有点加入式 就是新章 新竿 新竿去世的 九几年 那时候跟朋友合伙 做什么生意 完了损失点钱财 然后就一股火 血压就持续一直在搞 所以他是一个 性格比较平稳 还是本身就急躁的人呢 他不急躁 就是对谁都好的那种人 哦 你们怎么 当时怎么走到一起的 我同学给介绍的 他那时候用 现在讲就是好像条件也算可以 人的外貌也可以 他就想找个个高 个高一点的 他个也高 对对 他一米八一 也算就是两个人缘 一介绍我俩一见面 就都相后相中了 就在一起过得也不错是吗 过得也挺好 他是主外的 家外的事我什么都不超新 我就管两面家庭 那您上班吗 也上班 但是重心还是在家里 到我重心在家里的时候多一点 所以过得很和谐 挺淡 但是你想想还挺安稳 挺幸福的那种感觉 那他是什么时候发病的呀 11年去世 说白了就是五岁的时候就过去了 五岁的时候 谁发现的呀 单位同事 哦 还是在工作中啊 对对 因为是干那个工程的嘛 他们那个一到施工季节的时候 都是早上起很早上班 四五点钟就到工地了 等到中午 他们都得回午休一会儿 然后就那啥去世 我那还挺年轻的 四十多岁不到五十 将近五十二吧 他还比您大几岁 对 他比我大几岁 那孩子还小呢 爸当时走的时候 十八 就一个孩子 就一个 就一个女孩 所以他走了以后 生活其实和以前变得 那肯定完全不一样 那就完全不一样 本身就是 就像说 我是在关注家里的事 所谓多一点 一个面对外 说剩我自己 又真的是有那种感觉 定良重没了 就是真是那种 他这日子怎么过呀 还好 还有父母啥 还有几兄弟姐妹嘛 反正都相互照顾 过了一两年 完了孩子来这边上班了 我就跟孩子上班了 来北京上班了 对 后来是还有一段婚姻是吗 也是朋友给介绍 一五年 年底又再婚了一次 但是那时候 这位先生 他是一直在国外工作 给我们介绍的时候 是一三年 我们两个人交往两年 他一五年回了 跟我结的婚 一直他在国外 那你们怎么谈恋爱呀 就是有时候 他一年回了一次到两次 待几天 然后多数都是电话 或者就视频了 就这些 这第二轮婚姻 我感觉有点不靠谱 因为必定在国外嘛 也联系不到 这个不靠谱 比您年纪大很多是吗 对 他比我大一 差不多一轮 所以您觉得大一点 安稳一些 但是他长得也非常年轻 所以说他精神面貌 各方面也看不出 差不多的 也挺好的 他是北京人吗 他是北京人 就这么等于通过电话 通过视频谈恋爱 对 这两年感觉还挺好 对 我还真的是不错的 怎么不错 别人也说 就是每天再说 至少一天三个电话 家里有什么事啥 有时候他都想在我头里 也是为我张了很多事情 别太远了 你都接着不了 这晚上你 对 你三爷爷子 就结婚面 你拿 他从国外回来 你俩就领了结婚证 结婚了 对 他回来 我俩就去登记了 那时候他就说了 他说回来 咱俩就结婚 谈了两年了 也差不多 对对对 因为都是成年人了 这个年了 你对他其实 通过这两年的恋爱 是基本满意的 对 孩子也见过 也支持是吗 他对我家孩子也非常好 有的时候 他还帮着设计孩子 将来怎么怎么样 说的也挺好 那他的孩子呢 都在北京里 会成见呢 他的孩子不在这 他孩子现在在香港住 我没见过他家孩子 红州倒也都没见过 没有 我俩结婚的时候 他说了 他说带我去见他家孩子 但是没见 15年完 他决定回来 跟我结婚的时候 过了春节 我就跟他俩上广东 那边去住去了 为什么去广东啊 他那边买房子了 去了广东之后呢 发生什么呀 他去广东以后 后来我们两个人出去 我经常就 我俩走走路 突然人没了 他就偷摸接电话 就背着我 这女人的第六感官挺准的 一次两次 在有的时候 他们说外文嘛 说外语嘛 但我也大概我知道 我就直接我就说 我说既然你选择跟我结婚了 你就不要再那个 再联系了 我说隔山隔海的 如果你要是相中他 你就别回来 也不要就是招惹 你觉得他经常 偷摸打电话的是一位女性 就是女性 就是我跟他分开 也是因为这个人 他不是专门千里迢迢 从国外回来 跟您过日子吗 怎么还和一个说 就是他在国外的 这个一个异性的朋友 就是他回来 跟我结婚的时候 他就有 已经跟这个国外 这个女的就在一起 那不是应该 回来跟你结婚 应该跟国外的 就分手了吗 所以你看 这就是异地恋的问题 好多东西 你看不到实际上的情况 打个电话 哪怕一天三次 五次 那还有很多时间 有可能在 和别人再联络 你看这就16年的春节 这过了 过了2月2吧 我一看他还联系 我说那算了 我说我先回家 我说你自己想想 你要觉得咱俩能过 咱们就在一起 要是不能过 我说他 你再过来找我 咱俩就办手续 你要跟他了 你跟他一会儿 就跟你出去 就到了 你断一断了 断了跟你断了 他在家待了 能将近有两三个月吧 两个多月 他我以前 就过来找我来了 说他想 还想跟我过 其实我也挺生气的 但我没发火 我就跟他问他 我说你既然没想 跟我好好过 这你为啥要找我 用他的话说 把你长得美 你个儿怎么怎么样 我说你这不是 对我有情感上的依赖 我说你是多大年了 还有这想法 其实我挺不开心 但你也没生气 没跟他吵 我这人不喜欢吵架 就很理智地说 你想清楚了 要不过 要不理你 他说他想清楚了 突然我 他就说 我还想跟我在一起 我 完了在我这边 待了一个多月 我俩又回广东了 回去以后 等到九月份吧 也就俩三月 突然就跟我说 那什么 那个 他女儿想他了 让他去 其实我挺不相信的 但是我也给他送到 那个去 送到机场 送到机场 然后那个 国外的玩了 半个多月 就跟那个 国外那个女的 他们就在 那个香港和广东 他们俩玩了 那个十四天 你怎么知道 他是跟那个女士 出去玩了 他那个香港那边 有朋友 广东那边都有朋友 那个朋友圈里 都有照片 公开的呀 不是那他朋友知道 他跟你成家了吗 有的知道 我没见那么全 因为我俩 他回来 我俩就 才上那边去的 有的知道 有的不知道 但是朋友圈 有的时候看着 他俩在宾馆 那个 反正就是 收拾衣服了 怎么弄的 要准备出行 玩去了 啥的 我没吱声 回来了 我说既然你不想过 我做事我就回家了 多长时间跟你离婚 我俩啥事没有 我说都是成年人 别玩这种 语言文字的游戏 我也不想去猜 因为我喜欢 过踏实的人 我说我也跟你讲过 我家的孩子 他爸原先是 什么样的性格 就是 那他真是 外头的事全管 家里的两方面老人 他都都 眷顾到情绪的人 就是好好过日子的人 就是脚踏实地的人 所以说你这样 让人接触 你会靠谱 他是满天 就是这个年 其实还长吵 所以说让人挺不接受 然后就这么离了 对 那你是知道 他结婚成家了吗 知道 那个地方的人 咱说白了 那个女的比他小 三十来 三十多岁 所以说吧 在他心里 反正是没有我 我就放弃了 这哪年离的婚啊 就是一六年年底 其实一共也就一年 一年的时间 一年的时间 我俩也就在一起 待了四个月吧 我觉得离的特别好 很果断 挺伤人的 本来我是 因为我认为他年龄大 会给我一点心理安慰 跟他分开以后 我也心里的有一点 挺不舒服的 所以说我疼了 这些年我猜 那这些年 没人这个张罗 给您介绍 或者追您的 说白了 我都不敢想了 就是特别是头两年 就是一七年一八年 谁一说 我说我再冷静冷静 再冷静冷静 我自己认为 我说这事干得挺埋怠的 但我不会 我不会去埋怨他 那是他的选择 但是再次放在我身上 我就觉得 这事干得挺埋怠的 不谨慎 不谨慎 所以挺荒唐的 毕竟这个年纪了 已经那么大岁数了 第一段婚姻挺坎坷的 第二段婚姻再来一个这个 心里也太难受了 我觉得其实也是好事 不管经历什么 都是可以让我们成长 而且这些年 你也没有 就是让自己 抑制消沉荒废的人生 你看您健身运动 还有这么好的状态 还能有勇气来到选择 我觉得这都是成长和收获 虽然五十多岁了 但还在不断地进步 我觉得您是吧 是 也还是 就是 内心还是挺年轻的 有时候还愿意跟年轻的人在一起 在工作的状态的情况下 也都是接触的 都是比我年龄小 你以前是做会计的是吗 在东北的时候是干那个血彩块 后来企业都买断了嘛 但是我退休以后 在这边就是在一个门诊药房 现在还在做 这两年没做 这两年这不疫情嘛 那一药店 自己那仨俩人就够了 就不用咱们了 孩子也成家了吗 孩子没有呢 他去重庆那边去上班了 去了能有小半年了吧 所以孩子也不在身边 就你一个人了 想找一个什么样的 能脚踏实地过日子 完了身高 跟我差不多搭配点了 那要身高得是多高 您才觉得搭配 怎么也得一米七五以上嘛 因为我平时身 那马老师一米七四点五 这差一点 因为我平时还爱穿高跟鞋 从男性的心理出发 你们觉得什么样的男士 会选择这样的女士 健美的 对 也是爱健身的 不能爱好 健美的 就天天泡尖房 对 说实话 我是觉得你的人生状态 其实给很多人 是打了榜样的 因为第一任丈夫去世 这种生离死别 对人的一生影响 非常的大 而且是那种突然的离世 其实好多人 因为这个就会 因为害怕失去 她的人生 其实是紧缩的 但是您后面 能够勇敢地 再去寻找爱情 就是婚姻 就是说明 你的内心力量 真的很强大 而且真的 你一定要坚定 你的幸福 你敢要求 就不要太低了 你是敢要求 你可以活出那份 特别绽放的那种状态 你真的会让很多人 看到你的状态 会被感染的 好 祝福你 谢谢 的确像傅老师 所说的那样 会感染别人 我在场上 就被您感染 我现在就属于高危人群 那个高危就是健康 我们已经有同学 陆陆续续地 传递信息过来 谁谁谁走了 谁谁谁走了 我是五十多岁 所以通过锻炼 让我们充满活力 当然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像您这样 我定期地去体检 扫检查 扫预防 如果有问题 我们扫治疗 我想问您一下 就是您的第二段婚姻的前夫 他的身高有多少 也是一米八一 一般来我们选择 就是当叔叔也好 阿姨也好 对身高提出要求的时候 我一般都不会过多地干涉 因为我觉得这个 其实属于演员的一部分 但是到您这儿 我就是对您这个择有要求 其实会希望您放宽一点 真的能聊得来也可以 也没有说的把这个 飞的画个死框 那我就放心了 就是您这个土 这个口特别好 给自己一个机会 也是给别人机会 不设限 好 那接下来要上场 就是一号先生了 一起认识一下 来 有请一号 欢迎您 有这个先生一上来 确实身高有差距 有点差距 跟自己的孩子 这个差点老差半头 而且一点也不大 你看女士都躲那么远 这在一起 确实差距有点大 我觉得女士 好像比先生高不少 一米六一 那我就不了解 不了解了 不了解 我还说坐下来聊会儿呢 让那个先生 找个自己合适 找个真心 对 先生对身高 也会有一些 对 我也不愿意 差距太大 压力太大 行 那咱就好好 和先生聊聊 谢谢我们一号女嘉宾 来 您休息吧 这边 适女士的个儿 有点挺高的 高跟鞋也高 高跟鞋也高 其他普川高跟鞋 也没那么高 她一米六八 她鞋根十厘米 她站那儿快一米八了 对呀 有点过 那如果您要找一个 合适的老伴 是不是身高比您高一点 就差不多都行 差不多 高点也成 反正我那个 顾性的老伴 跟我差不多 差一点两厘米 反正和谐点就行 对 准确地说 现在我更喜欢 那种能聊得来的 但是身高别太矮 就是差不多 跟我能在一起搭 就像说 如果这个先生 真的很优秀 也没必要的说 人家个矮 那个飞链 穿那个十公分的跟载 让他有压力 他矮点也没有关系 一号男士 严淑田 六十八岁 北京人 丧傲 邮局退休 北京有房 那我们一号严先生 有怎样的故事 怎样的人生呢 一起进入他的 《原来是你的环节》 请看 邮局只要本分人 李老师脾气好 这邮局您是做什么工作呢 也是邮递员吗 最早 一开始都是偷递员 那个年代邮递员 其实挺辛苦的吧 应该 断了身体呗 跟我们讲讲 当年邮递员的工作 那份我就是 我原来在孔孝社里的 后来我就是订了一份 那个参考消息 认认熟了以后呢 我们邮局 有一个支地长 就刚才陪我来这位 还来了 老领导是吗 老领导对 他看上我了 那样 你在这儿去的 把您调来了 对 那您这可是几十年的 老领导 现在也是挚友 确实不错 老领导您好 那您上来也说两句吧 您说两句 上来 给我们个麦克风 您站他边上 我站在边上 怎么就把这当年的小伙子 调过来了 因为我们工作日常 他在五金 商的供销社工作 我在邮局工作 经常一块接住 所以觉得这个人 很忠厚老实 怎么看出来的呀 因为年轻人很稳重 所以我说你刚才到邮局做了 是吧 因为我们邮局工作的特点 是独立作业 因为投资员走一条段 要独立作业 要求政治素质要很高 另外社会素质呢 待人接物啊 也要稳重 所以说愿意来 我说愿意来就可以 通过 因为当时到邮局来 也有指标什么的 必须走一人 才能进一人 当时赶着退休啊 用这个队友指标啊 给他这么延续 让他到邮局 到邮局以后啊 工作是很不错 确实您这个看对人了 很不错 对对对 做任何工作 都是兢兢业业的 首先做个投地员 做个营业员 后来又做一个厨师 为大家服务 为什么让做厨师啊 就是领导认为 这个人很可靠 所以大家的身体 要保证好 生活要保证好 所以让严师先生 去做饭 我这都一样 那时候我们 这样说吧 我叫做工作 没什么区别 主要是因为人品 人品好 性格好 大家都喜欢他 对对对 所以您这算和 严师傅也认识 有三十多年了吧 有了有了 因为现在啊 这个老伴去世以后啊 这个家里的 要哄小孙子 另外生活各方面啊 都过去 都是很有规律的 现在呢 老伴一去世以后 马上陷入了 就混乱了就 所以家伙事就比较多 所以我也在 一直在物色 你也帮他在张了 我必须要找贤 那种 把家庭生活 调理好了 所以来选择 必须得陪着 一起来看看 人不错 挺靠谱的 他要人品不好 他不会跟那邮局 建设那么多年 刚才这个老领导说 这个邮递员当年啊 因为也没有 现在这么发达嘛 那都要骑个自行车 对对对 就是都是一个人独立作业 那会不会很辛苦 或者是 也难度挺大的呀 就是因为里程一般的 得八里地 一百里地之间 哦 四五十公里 对 每天骑自行车 我都也干过这个 那你一天 得到十二个小时的 你现在前一早了 一二十晚上九点多回来 还动不完小时 最大的好处就是什么呀 就是说健身 这个 现在的话 哎呦 但二十多岁小伙子 那可能大家也想不到 健身是多么的 因为那是自行车 那是自行车挺什么的 对吧 一般咱们 都还是走路 自行车 是吧 自行车那是 公家里说 您说出去上班 你回家什么的 你可以随便起呗 三个月吧 以后我就得吃饭 特别的比原来 饭的大了 运动增加 睡觉 睡眠 比原来香了 对 原来都起过一次夜吧 有的时候 睡眠根本没有问题 那刚才您这个老领导 也说了 后来也转去了别的工种 别的岗位是吧 还当过厨师呢 因为我母亲去医师的早 我四年级就会做饭了 糊一回 倒一回 最后成功了 就这么简单 那您总做肯定厨艺也不错 一般的家常饭应该都没问题 一般的那会好多男士都会做饭 所以其实您在自己的岗位上 就兢兢业业 开开心心的 一直到退休 这是比较的什么吧 然后家庭呢 本身一点 对 自己的家庭也很满意 家庭也是那样 你看李老师是您爱人是吧 脾气好 是吗 他是老师对吧 对 那会儿呢 刘伯德派出所有一个民警 他给我提的这事 说你就是跑出个矮点 都挺好 我们有一个什么亲戚 怎么说 他没说是谁 说你可以尝试尝试 那样 他提这些挺好 他是教什么的老师 教英语 一开始他是属于代课 那样 就是不是正式的 后来他自学 他高中的老高中生 就是那会儿 自学的英语 后来就是一点点学 就是这个买收录机啊 买什么呀 家里也挺支持他 脾气特别好 对 他就是确实是 挺什么的 挺投缘的吧 因为那会儿老师的工资 没有我高啊 还有一个 我又是买东到西的 就是家里这活 我抢着干呗 然后会干我就干 琴瑟和鸣 挺不错的 像我们这事那会儿 都简单那会儿都 你只是被嫌疑交 行了 是吧 你外面不下干 北京就生活 后来老伴是生病了 老伴就是后来当了 那个 九年班主任吧 就是说累的 基本上有关系 就是从七点 早期晚期 上班 挺操心 班主任因为好多闲事 你得管 对 是吧 那样 后来他有说糖尿病 有点那个什么 就是说检查出来 血糖太高 让他吃药 他又没及时 一点点就加重了 我让他跟我去 打冰棒球吧 我爱打冰棒球 我说你跟我练 打冰棒球 他不去 他说那个正好跟我 和我家先生是相反的 他是他爱弄 他媳妇不爱弄 我家是我爱弄 我先生不爱弄 那牙又不好 可是糖尿病 那牙不给你拔 那样 你活动就活动呗 你看 就是说这牙得自生自灭 他自己能掉就掉 不掉 拔牙是不可能的 就是吃冻也不行 吃冻也就是说 上面有活动 底有活动 一动就疼啊 到那胃不好 你看 反正后期就身体状况 越来越不好 就是两个月之前嘛 就是说这个突然的 他就是说身体一下子就垮了 他以前呀 得过一次脑瘤 就是退休之后 要跟就没复查去 这瘤子呀 只要开完刀以后 长得更快 开过刀 以前就是良性开了 就盒子这么大 就手术之后好了 后来又复查了 就没复查去 人家干了说 你三四年之后 你毕竟来复查去 而后来由于这个 又是装修房 儿子结婚 就一个东西女吗 不 我那就买了秘银的房 我依儿就是装修 怎么着两处房 跑 他呢就是也帮不了忙 身体不行 结婚呢不就 跟着就小孩就出生了 照顾孩子 对 照顾孩子 他就是说 病情有点确实 有点承受不了 就是脑瘤复发 也没去检查 对 就是忽视脑瘤了 后来发现了 后来就是说 他说话 有的时候那就是说 电脑导刺 有时候就是 我本来是叫 岩树田吧 他叫自己个名 李志平那样 有的时候 说错了 电脑导刺 压迫到神经了 对 就是睡眠也不好 你发现这个脑瘤复发 不能再做手术吗 对 他身体老不合格 必须得达标 那后来是什么原因 就是脏气衰竭吗 是什么的导致 对 就是全面 就是说全都退化了 就是炎症 消炎药已经不完事了 对他来说 其实还是糖尿病的 病发症 对 糖尿病 对 平衡症 跟那个睡眠不好 鸡肉都一动到那 跟那个挂链子似的 就已经没有 有弹性了 对 所以运动还是很重要的 对 体检 运动 对 所以说挺厉害 哪年走的呀 现在说去年的吧 就是11月份的 年复长复长也好了 就是60多岁就 65 就过世了 挺遗憾的 确实 所以您平常还是挺注重健康 我挺重视 因为我上中学 上小学那时候就爱打冰棒球 那样 后来就一直就没断 就是我徒弟送信 那一阵子 到哪儿 学校 就是老师要什么 有时间叫我 有时候都熟了 还能打两斤 有时候打半小时 反正我出班回去 人家一般都四小时吧 我得五个小时 因为中间得打场球 对 那刚才您这个老领导也说 说这爱人走着家里边 这也有点乱 您说有点迷茫是吗 对对对 确实 您脸的活一样干了 等于 三年一个人还活多吗 那家伙活我都得干呀 这点活 人家叫孙伙计 刚三岁 我们孙子 还要带孙子呢 现在我就跟儿子那一块呢 你没在自己家住 住到儿子那边了 我那命运那 我那哥哥那房 只能闲着呀 三年了 要跟就老带儿子 等于儿子这边结了婚 你们老两口就一直跟儿子过 对 就是说一块儿看孩子以后 哦 现在我就是看孙子呢 孙子多大呀 三周岁 刚过完这个生日 所以这家里地面都处理成 房镇的方法 人家有什么 人家有意念 老翘 小孩爱跳 小男孩 那您是从多大开始带着他呀 满月的时候 儿媳妇人就上班了 哦 所以就我们两口子就接手了 老板身体也不行了 回来 就变成您自己的任务了 就变成我一人家一人又当爷又当奶 确实是有点不适应 这做饭什么的您行吗 做饭我也 反正就家常饭能做 那是您的床 床边的那个 对 这个 这个 它在米 我们两口子就 原来是两口子 现在剩您自己了 现在剩我一人了 一人半 这衣服也是您给洗的 小孩的衣服 有时候我也洗 而且头上半十年也洗一半 完了我就给负责量了 现在这都是智能的呀 得四五十分钟就 那您将来又有了另一半呢 另一半就蜜云呗 蜜云是我买了一套三级室 那就孙子这边离得了手吗 孙子这边一上什么的 就我们就不用什么了 等于明年才能上吧 说话这不就秋后就算吧 所以您现在要真的谈了恋爱 还在两边都顾 主要以后的什么 应该是在米 真成家了是在米 自己过日子 因为我那儿 我店的 因为那儿是一百五十八平米吧 大客厅 我店的那儿买一个 冰湾出餐 那儿 不管自己在那儿打 这就是常人的状态 其实咱自己过日子 也就是这样 觉得您这个人 随和而亲切 咱们时常说的那个 烟火人生比较接地气 所以您看一号女士 一上场 别说人家愿意不愿意 咱自个儿也觉得压力挺大的 咱找一个跟自己 能够匹配的就可以 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觉得您表现出的是 更务实一些 严大哥同时也给我们 敲响了健康警钟 本来我们人生 这个事儿 退休了老两口 安享晚年 没想到 特别是我们退休过后 上班的时候 单位里边每年 可能还会要求 组织一次去体检 退休之后 这事儿没人管了 咱自个儿如果也把 这个事儿给忘了 自己必须得 那真正一旦查出来 有可能啊 真的就有点晚了 终身遗憾 听完老师的这个 给您那些建议啊 咱接下来要认识的 二号女士了 好好聊一聊 好吗 来 要请二号女嘉宾 您好 各位主持人好 您好 欢迎您 欢迎您 您好 您好 来来来 请坐这边 先生请坐这边啊 今儿怎么眼睛红红的呀 我昨天晚上一宿都没睡好觉 紧张 老师怕紧张吗 怕那个睡过头 那对先生印象怎么样啊 还可以 不错 整体什么印象啊 挺老实 挺那个什么的 还算还行吧 八十分吧 八十分 对 那也还可以啊 说您呢 我现在十岁了 十岁没问题 先生您怎么不看 我们女士一眼啊 多朴实的女士 您看一下 第一印象啥样啊 第一印象不错 怎么不错了 您会打这个吗 你看您上海就问你 我可爱打乒乓球了 哇 真的 哎呀 打乒乓球还行 打乒乓球反正差点意思 都行 我也是平常也是 我跟您分析下潜台词啊 女士 这说明他对您有好感 有好感就想加进 有那个球员嘛 加进一步 你看我感觉是不错 要会打乒乓球更完美 赶紧问你 就是上那个学的时候 就是有那个没事 就打一个打球啊 或者是带着孩子 也就上学校啊 打打球什么的 所以我看先生 对您第一印象挺好 是不是挺好 挺好 来 我们看看二号女士 基本资料先生也认识一下 请看 二号女士 王淑兰 六十一岁 北京人 早 社会退休 北京有房 好 那有言千里来相会 无言对面守难迁 场上的先生和女士 是否会擦出火花呢 我们一起进入 更想动力环节 子女情况 先生是有一个 儿子 儿子 成家了 也有小孙子了 支持您来 您自己的事 您自己看着办 孩子那以后 我们自己人嘛 那其实就是很支持您 女士的子女情况 我那个 有一儿一女 已经都成家了 都有孩子 那也都不用我管 也支持您吧 对 特别支持 她没计划生育 她没工作 那时候你要有工作 试试 你要有工作 我看像咱们这样 都计划生育 就是一生一个 那看看这个健康情况 先生的身体状况怎么样 我应该基本上 没有什么大问题 三高 都合作 没有三高也 没有慢性病 对 多长时间体检一次 一年 一年一次 有这很规律 女士的健康情况 女士也是挺好的 也是一年体检一次 都没有什么问题 好 这是好消息 那看看这个收入情况 收入我是基本上六千块钱 您退休金这么高 高吗 女士的退休金呢 那个就是我自己上的保险 社会保险 三千是吧 两三千 差不多吧 看看住房情况 先生是在命运 有一套挺大的房子 一百多平 一百五是吧 一百五十八 那相当不错 女士呢 我是在朝阳那边 就是两间合居的 这是 什么意思 就是两间合居的这种房子 就是三十平吧 两家合居 就两间合居的那种 对对对 两间 那是洗手间厨房共用吗 对都是可以共用的呀 但是我们邻居搞的关系 都特别好 因为我的人的性格 我也不会跟人吵架什么的 反正我们邻居关系 搞的都特别好 你们知道这种房子吗 不知道在什么房子 我懂的 在朝阳哪里啊 朝阳那个会心里 京方大学那儿 我们有一些这个 可以互相了解的问题啊 这些当中 你们有什么想互相提问的吗 女士有什么想问的吗 我没有什么想问的 你不想问 他拿手菜是啥呀 他不是当过厨师吗 当过厨师 我现在吃菜一般都是普通菜 很少吃肉什么的 就是说就是吃点鱼 菜肠好 对对对 最难的 你肉还好弄 你菜想做好 我听先生说了 做饭挺好的 厨师厨师 厨师肯定做的是 相当不错的 先生有什么想问女士的吗 做家务应该是 家务是没有 比我得强 是吧 反正还行吧 因为毕竟那么多年了嘛 家里必须得是自己打理 反正也不会特别懒 您不问问他这个 一个月的花销呀 您现在有多少 我就说 就是最少也得两千吧 反正就是这样 那您还存钱吗 也能存点 那个闺女儿子 她都给我钱 那先生您这六千块钱 您怎么这个安排呀 就是说以后什么的 小孩说成功的话 一个就是玩去 因为这开始是不小的 因为那个房子 它的那个什么 物业费也高 还有那暖气费也都高 这加起来 也就六七千够了吧 反正差不多 你月工资没了 月工资 对 我这得好 我从国家管 你这国家管 然后那平常您话说 基本上两千多块钱吧 我也不爱买了 你把他捣东西 也没有咽酒的事 也不抽烟不喝酒 这是好事 这是好事 所以说就是 怕说打的球啊 我就吃 不抽烟不喝酒 你知道吗 农村啊 比你们城市省钱 旁边买一买 没有鱼买的肉 买了不去 菜有 菜有 特别是农村的菜 西班牙年 现在有一千多块钱 像我这岁人 一千多块钱 吃也不想吃 喝也不想喝 不知道以前 像小伙子 咱这先生真的是 挺优质的一个老先生 除了 现在说应该是 就是现在说 我是个不太高 对 除过这个 就是最大的缺陷就是这个 但是咱到这个年龄 也不存在要生孩子 今天人 那时候营养不良 反正 您觉得身高是个问题吗 身高我觉得还不是问题 因为主要是两个人 能说到一起 对 能演员 能玩到一起 对 各方面都能凑到一起 也就可以了 实际这位姐妹 也是那种挺踏实的 挺善良那种人 刚才在外面聊天的时候 听她讲的一些 我看跟这仙人匹配度挺好 那两位还有什么 想要互相提问的 想要了解了吗 我觉得应该也就这样了 就这样了 还叫就这样了 再了解了解再说吧 是吧 那女士有什么想问的吗 也没有了 也去看上了 没有问题也去看上了 那咱更多了解了解女士吧 好吗 是 我们先来看看 我们二号女士有 怎样的故事 怎样的人生 一起进入她的 原来是你的环节 请看 孩子非常支持我 他女儿不同意 一儿一女都很支持 对 他们也住在朝阳 在您附近吗 对 在离我们三战地吧 那您平时会去跟他们 比如说偶尔住住 看看孩子什么的吗 你说我们那个呀 我就是跟我儿子在一起 一休息了 就跑我女儿家 你现在是住在儿子 对 住在儿子家 现在我这两天 我就跑我闺女那儿去玩去了 所以这个孩子们也都挺担心您 他就不愿意让我一个人在家 所以说呢 老师带我出去去溜达溜达呀 去旅游啊 什么的 老师这样 所以19年还张罗着给您 上选择 遇到了一位先生 他们早就惦记 让我去来这个选择 因为我也那么多年 我也就觉得 也就自己过就过吧 后来他们说呢 你看电视里演的那选择 多好多成功啊 说你也去吧 这我才来 那那位先生最后怎么没有牵手成功呢 他就是 他这个女儿不同意 后来我说老这么耗着 因为也交往一年多嘛 后来我说老这么耗着 我说的也没有个说法 我就想也不是个事 我不管孩子有没有愿意 我愿意 我不行 我必须的 我挺难的 他女儿为什么不同意啊 他女儿就当初我们认识的时候呢 刚 他那个媳妇75个月 去世时间很短 完了归女怀孕呢 也就是八个月吧 完了他 我觉得他也是挺突然的 压力也挺大 后来我印象可能是这个 这个那什么缓一缓吧 结果缓来缓去的呢 也不行 后来他那个姑姑都 做他的工作 做不通 就是娟姐不如同意他爸找 那他不同意是什么样的状态呢 我也没有跟他接触过 反正就是不同意他找 他那姑姑跟他打电话 就说说你让你爸们这么年轻 让他再那个找个伴什么的 他说的 你跟我说别的都行 就是一说这个就免谈 我的意思是这位先生会跟您就是 先生跟我是挺好的 他自己跟您 他自己他又做不了归女的主 那你们两个过日子吗 可能时间久了 那你也不可能说 家里边孩子都不见面吧 他一去回家之后 他那归女就是对他就是 有看法有想法什么的 都不舒服 就不舒服 我一看他回来就特别 就是跟他收起包的 回来就那样 我说又怎么又这样了 他说又反正就是心情不愉快 那他有说他还是担心什么吗 他没说 方展 对 还是担心财展 就带他来 其实我觉得现在孩子们 真的应该更新观念 就父母这个 老有所依 老有所乐 老有所伴 这个其实大过一切的 对吧 我能理解可能有些孩子觉得 我爸妈感情好 不想让好像新来一个人 会让我们对已故的这个父母 无论是哪一方走了 会有一份好像觉得怎么样的感受 能理解 但是其实让留下的那个单身的这个父母啊 他们有个伴 我觉得这是对老人最大的孝顺 是吧 先生 这个生活彼此互相照顾 这老年生活才能过得有滋有味吗 是吧 要不然再怎么着 孩子再孝顺 那还是一个人 对 所以后来就 有伴一个人给那个子女 你减少点负担 是吧 所以最后还是因为他女儿不同意 对 他女儿不同意 后来我说那就算了吧 我说咱也别就是这样的 老是这样也没有什么意思 你既然不同意呢 这何必在会儿 闭闭牛牛 不行 你别甭去啊 您要知道别跟对方孩子来往是吧 对 你去是我不去啊 不可能 你知道我待会儿过 就我那孩子 我心里的 国家有的国家 去我说 我就说 我这不犯法又 就您不在意对方的孩子 同意不同意 我不在意 爱特别同意 这先生是一个什么样的 他这人特别老实 挺好的 也是不抽烟不喝酒 没事我们就去旅游去 什么这些人都挺好 我怎么听着倾向先生的状态 不抽烟不喝酒 挺老实 没事捋个游 还能一起打个乒乓球 他准备在家里边客厅 因为他们家大嘛 150个瓶 客厅摆一个乒乓球 将来如果老两口在一起 都爱打乒乓球 咱也不用风吹人家的外边 屋里崩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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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必须的 就可以了 是吧 对 没有抽烟锻炼了 所以先生大体 也是这种类型的人 不知道二位现在心里怎么想 先生 您别搓手了 按照正常的这个顺序 您就要下场休息了 下一位男士就要上场了 但如果您就是看守着女士 您可以积极要求说 你谁也别见了 你跟我聊聊吧 咱俩就这么着吧 挺好的 可以 别可以 您是怎么想的呀 就是这么想 就不想让他跟下一个先生聊了 随便吧 愿意见就见 我觉得应该不会有问题 因为后来男位 刚才那男位不会打球 不会打球 你说得挺为难 一见他看 不会打球 一球为圆 人家女士有没有说找老伴 必须找会打球的 那不见得 打球的呀 打球的有一个打球的缘分 你要见你就要找别人 我就把他俩一致 把他吃起立 无所谓 您无所谓 无所谓 您特喜欢他 那也无所谓 两位请起立 先生 我给您一个建议 如果您此时对女士很有好感 我建议您积极主动地提出邀请说 咱们能不能私下里去我们的观察室里 进一步交流一下 好吧 咱们聊下去吧 好好说嘛 你得先说我对你很有好感 走吧 咱们聊下去 好 这马老师您教了 这不行了 应该怎么说呀 马老师 打球有一个 我觉得大哥也挺真实 就是自己日常这种表达 他可能不会去 用那种极端的方式 我就觉得您是最好的 那个下一位男嘉宾不如我 您非我莫属 他可能这种就很满的话说不出来 这就不是他了 对 我们就去见了 他就这样的 可能他有商量 做得比说得多 他是那种的 这样 大哥 您给自己评分 评多少分 八十 八十 您给二号男嘉宾 按照您的眼光去评分 您觉得大概是多少分 可能大不大我这分 我觉得我的优势就是说 我发出个矮点 别的项目我都不提他 您瞧 这即发出来了 这就开始了 所以女士 先生很直接 也不会甜言蜜语 也不会玩玩 就说了 我对你挺喜欢的 是吧 是这意思吧 行 是不好意思 就是挺喜欢的 但表达就是比较简单的 女士 接下来是您做选择了 您要觉得这位先生还不错 咱就和他聊一聊 您觉得还得考虑考虑 我们就见见二号先生 好吗 来 女士您的选择是 来 下去聊一聊吧 哎呀 大哥有戏啊 有戏啊 好好表现啊 来 我们去关这儿 谁聊一聊啊 做饭 你愿意做可以做 你不愿意做 我做就行了 好吧 别的呢 买菜也是我 基本上 家伙活 你能干的 或者愿意干的 就干点 不愿意干的 我应该也没问题 大家有请二号先生 也是老朋友啊 来来来 先生请坐 慢点 慢点啊 二号男士李贵良 七十一岁 北京人 先散敖后离异 首刚退休 北京有房 您前不久来过一回是吧 半年前 前多长时间 都没半年啊 没有 所以我对您印象 还是挺深的呢 对 这又来了 又来了 没啊 常常没太长了 不能不喜欢到 没长的 最近怎么样啊 最近不怎么对 还太好 不太好 不太好 是心情不好 还是身体 心情不好 看来有故事 对 因为我记得您上次来啊 因为讲述了您的过往 还挺多人欣赏您的现场 您就牵手了是吧 对 所以肯定有故事 来吧 我们看看二号先生 有怎样的故事 怎样的人生 一起进入他的 原来是你的环节 请看 他说我名价没住房 不踏实 两次大难不死 不求像原配那么好 懂得知足就行 这个心情不好 就是因为上次那个女士吗 对 怎么回事啊 她上我去以后吧 我俩女儿开车接着她 到高级饭店 吃着饭 跟她聊 聊得挺好的 她说我也不租房 什么都不租 这儿跟她说得挺好 我俩女儿挺高兴 我当然也挺高兴 完了以后呢 这个到家 她说我头晕 心脏跳动太快 我说我那儿有仪器 到那儿一两个血 二百多 怎么了这是 第二是九十 不知道啊 我说你是杨杨有没有 病毒没有啊 紧张 我也怕她紧张啊 我说先给你吃药吧 她吃完这药以后啊 降下来了 还剩一百七十多 我说那就没事了 她就对我挺 我这么好这么好吧 反正意思对她太好了 我累以后呢 在我家 住了两宿吧 我那姑娘来了 就提这房的事 我说我这名下呀 有她妈 就是我孩子原来这个 我那妻子的房 拆迁了 拆迁呢 这就等于还是我的不是啊 我现在住那个 是怎么回事呢 是这个就是单位分的房 分的房呢 孩子说住是平民推小 给弄一个大的吧 他们俩当时也买房 因为前一天捡 差了二十多万吧 这个北京市有规定 六十岁以上老人不信贷款 真的我闺女说 我儿闺女说 写我名吧 这个名就写得 我儿闺女省了 我也没往西路去 就这么多年 自家人都一回事啊 都是一回事 他结果 人家说这个 你这两大房 就得写我名 写他的名 得写他一个名 给加上 我说为什么呢 不建议都是药房 对对 他说害怕 对 没人家 没人家 像我们那儿 就虽然大点 甭管虽然大点 没人谁先死 这哪种这样 对 但是你要让我去脏口 要我也不会 感觉就性质变了 而且你越要越要不来 是那种感觉有点 目的不存的感觉 不是你副采好了 没有两天呢 是 就是你有病又要什么的 你我这不够可以的 我得了 我给他五千 这个投资我给他三千 为什么给三千 我给三千 既然相中我了 我给你面子 我给你买买衣裳 就是心意是吗 心意呀 三千 我要给他一千五 所以什么 他不真正把我买吃了 真的 我给他总共四千五百块钱 那我说你就走吧 我说我这个名 我肯定不加你 等于您给这四千五 就算分手费了呗 对的分手费了 这弄的 就分手了 会不会有什么误会在里边 没什么误会 那你说能接他这面吧 我那时候就这样想 我俩姑娘我们这仨 说几两句话 晚孩子妈呀 是前期两母一个人 这个老是 她不对说接着婚 特别好一个人 所以有病死 我不能对不起俩孩子 是不是 我不能说洗他面 在家那边想来 就是麻烦事太大了 阵着我这 我说不行我你走吧 这时候到了 房子不放的 亮相盖 护天照样照样 护天照样 明儿不能改 房子可以住啊 就住 可以住到百年是吗 对 有的是老伴 一那个什么 就马上可以连走 是 有的是这样的 是啊 那你跟你跟你说 你这房子你我走 我死了之后 你也咱们住 我这我跟着我都干好了 想着 我镜得多 想着那么多大 我跟着我 他说您那房子边 我一房子一把连一 我不能没了 上次也讲了嘛 这一生其实也是有很多 过往的故事 和精彩的经历的 包括您曾经这个 从军 是吧 我是海军航空兵第二师 是吧 当兵的时候 你看还有两次大难不死 都是当时 这个为国家做贡献 那次是什么 在流停 清早流停飞机场 飞机带弹起飞 老实来我们都是带着炮弹 他朝地的时候 一下提前着路了 落在沙子站上了 一落沙子站 那马上起来 下去起来了 起来起来 紧接着 着火了是吗 就火就上 这一擦 全是油啊 飞机航空气油啊 起来了 我那时候在塔台指挥 我一说起来了 我告诉您 我说你那什么 我下去 我就下去了 叫那个人就是在替我 我下去 把那个火场坐着 这就过去了 倒是什么都不考虑 呛啊 蒸发眼 哎呦 被飞行人给拽出来了 飞行人还没死 多数受伤 只有我呢 受了轻微的伤 是当时爆炸了吗 当时爆炸了 飞机整个炸 炸成一天 那什么了 整个都完了 你们把这个飞行员 抢丢出来 就随机爆炸 也受了 自己也受了轻伤 对对对 轻伤 那时候就给我呛给我呛 这呛的劲啊 哎呀 也不知道怎么好了 就是所以 这是我们作为军员来说 是应该做的 是不是 所以这是一次 最后我老大气儿闯了来 我跟我们师长 我们师长是 抗平衡是战斗英雄 他说 那小李子 我那时候小 我直击最当兵 直击 那刚十八 他说你那小孩 你那是喘了 我说就你熏了 他说啊 你在这下七世 给我向老师 接入航空机游 正是 正让夏林缺班长 说你当班长去吧 就让夏林当班长 到河北省 沙河 那个沙河 沙河市 现在改成过 叫沙河县 这个 修备厂着火了 咱们又不懂的 又那什么 我又进去 开始北方扔东西了 你把 这样的房 塌了 砸里头 没死 也是受着外伤是吗 都是外伤 这就是眼睛 这当时那个火灾砸的 对对对 火灾砸 到了这脑子都是 那时候飞机 那会给我腿炸一下 到轻啊 这又可不行了 就开始住院了 你把 那烧伤很痛苦啊 现在看着像是什么 那时候也是疼 不管怎么说 作为来说 军人是应该的 因为受过伤 给我评论了 伤身军人 现在我属于 七级伤财 国家 待遇现在给我挺高 我挺知足的 暖机费啊 让你们动物交 那也是因为 您给国家 做出了贡献吗 也是 工资呢 这几年 电视台要播 我每年涨 百分之十 每年涨百分之十 就这几年就涨百分之十 那不少呢 国家对齐我 是不是 品格挺高丧 就是挺懂得付出的 就说我原来 那个夫人吧 结婚十多年 过了相当好的日子了 这个有病啊 是动脉瘤 到手腕医院 手腕医院说 这儿真治不了了 可以转到三成七去吧 到那儿 刚下手术台就死了 三十六 三十六周岁 上次您有讲到说 齐齐是两个小女儿 就是您 又当地又当妈照顾的 照顾给这样大了 后来也是 又找了一个伴儿 又找一次 也是没房子 啥都没傲 这人一介绍 就上家不走了 就在一起了 在一起以后 这个 他人我得工 是吧 一日工到大学毕业 他弟弟在南开大学 我也给导物到北京了 那时候我有点人际关系 连他妈都给导物过了 他人际上都那什么大学毕业 当大夫 也是我给导物的 全都给导物好了 又有孙子了 他那儿就结婚了 又孙子了 那天呢 提起这房子的事 我说我这房子属于 我居然孩子妈玩俩人的 你不能再干这什么了 他说不行 也是房子的事 因为房子有一部分 再看着我也老了 也不是那样了 说我跟你离婚吧 跟他没有关系这房 对不对 这是遗产 财产 所以是觉得 比这也是原则问题 他比你说清楚 你们在一起过了多少年 二十年 二十年这个第二段婚姻 对 他说你的孙子都有了 你想是不是 那其实比您原配 就第一任妻子还要时间长 真的 我说我也不给你打官司 咱俩上那和平离婚去吧 到民政局那儿吧 民政局那儿说 哎呀 这么多年了 你还离婚 我说我不离 他要离 是吧 我这儿又没文化 也不会讲大道理 他就想不住我 他说他那个就亲家长得好 你又说白面书生 就大背头 我从来没留过背头 咱也长得黑不黑丘了 你也挺好的 大高个儿 给他受了罪 对呀 就是那时候 没钱的 公司上学了 你爸说买房 单位呀 这管子 就是地下管 一宿啊 老子一千苏百百钱 就挖那管子 一宿老子一千苏百百钱 这儿被房人买 他儿子结婚了 这干了好多苦力活来 照顾他们 苦力活 对 就是我的结局 你像在家 前面走这个 你说我什么心情 就是这样 您说您第二段 婚姻二十年 也是因为财产 房子问题分了 那您来选择 又遇上一个 然后又是因为 他要添房子的名字 是 我真没办法 那您是不是 怎么说呢 就是您往哪一站 就让这个 比如说有一些女士认为 我跟他 我就得 把这财产业的土点 对对 那是为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啊 我说一事 有的时候某一方面 他就是底线第一 所以说他永远就是 被动 我应不应该说了 我要不应该说呀 以后我多也不说了 我七十一了 找咱还是要找的 首先我觉得叔叔 不用因为这样的事 而质疑自己啊 因为其实 就是在您这个年龄段 相亲十个女士 可能有六七个 都会问您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不是您的问题 这现在是一个 普遍的现象 跟您相亲的女士 可能都比您要 小个五六岁 甚至更小的 所以他们就会觉得 既然我之后 要付出很多的 所谓的辛苦 或者说辛劳 那么我得有所图 那这个年龄 肯定大家还是希望 能够图感情 但是最一开始 在相亲的时候 还没有感情基础 没有建立的时候 他起码想知道 以后我有可能会得到什么 这其实也是女人 在寻求安全感的一种体现 所以我们怎么 规避这个问题呢 就是您在择偶的时候 要明确地提出您的要求 比如说您可能希望 也找一个 在北京有住房的女士 不管她的房多大 这个不重要 但是她有就行 那还有一个 就是我们最近选择 经常说的 就是我们为什么说 提倡现在老年人 到了一定岁数之后 我们去养老社区 尤其是再婚家庭 就是为了打消对方的 这种顾虑 就是咱们都不用想房子的事 我的房就是我的 你的房就是你的 我们俩人好了以后 一块去养老社区 万一有人先走一步了 你也依然只要你交钱 就可以在养老社区继续住 我们都不涉及对方的财产 那么在这种地儿 我们就谈感情 所以叔叔您还是要坚持找 但是您有急脾气 然后沟通也是可能 人家说两句 您也没再问问 到底人家怎么想的 怎么回事 你就说那算了 你问我房子 那算了咱俩没法相处 人家可能有人家的想法 咱们不光要知道 人家说了什么 还要问问人家为什么说 您站在她的角度 去考虑一下 帮她把她顾虑的问题解决了 人家没有后顾之忧了 人家也就踏实实地 赶跟您一块过了 那接下来要上场 的是三号女士了 这是个直脾气 这位女士也很直 能不能聊到一起 就得看你们之间的缘分了 咱们把三号女士请上来吧 您好 欢迎 欢迎 来 先生 您让我换个位置 谢谢 谢谢老师 来 请坐 请坐 也不管这一套 今儿怎么都弄高高 这次大不了也 对我们这先生印象怎么样 女士 还行 您这也是东北口音是吗 不是 不是 哪里人 邯郸 北方人们反正咱们 中原地带 对先生还行是啥意思呀 哪儿行 哪儿不行 好 好 反正是爱笑的一位女士 先看看基本资料 认识一下 请看 三号女士霍宝秀 61岁 河北人 敌意 社会退休 那有言千里来相会 无言对面守难牵 场上的先生和女士 是否会擦出火花呢 我们一起进入 更想动力环节 请看 先看看子女情况 先生的子女情况 两个女儿 您的女士 子女情况 一个儿子 两个女儿 您这幸福啊 跟我一样 挺大 大我说 那孩子们在哪里呀 现在 两个女儿在北京 两个女儿在北京 儿子在找创业 那您现在是生活在北京 还是邯郸 我现在我都在北京打工呢 那孩子们支持您 再找一个爱人吗 他不管 想怎么着 那么大碳碗 想怎么着 怎么着 这比您要高的话 有压力吗 有压力 这可有压力 我可有压力 打不过 打不过 他再好你就打不过难的 那您有啥压力 那有什么压力 他瞅着不好看 不顺眼 那您还得找一比您矮的 是吗 不矮高这么些 差不多的得 差不多的 那您现在是住在女儿这儿吗 我不是 我打工 我在住在家政 哦 住家的 住户的这种 家政服务人员 明白了 健康情况 先生 高血压 对 吃点药 对 吃点药 是不是平常也不太爱运动 这一点 就从这次疫情 我有反感 叫戴口罩 我不一起 你叫戴口罩 我不去了 行吧 那您去空旷点的地儿 空旷地儿多着呢 我就一起这个 就不想出去了 那不行 您还是得出门运动 对 这个女士的健康情况 没事 我这身体好得了 因为做这个家政服务人员 也是要定期体检的 对 都正常 收入情况 先生反复说了好多遍 拔签的退休金 年轻时候 为我们国家做出了贡献 军人出身 女士呢 您的这个收入情况 有点工资也不多 您退休金有吗 有几百块钱吗 是农村户口对吗 对 还几百块钱 农村收入 那无所谓 那无所谓 他不拔 我不 他能给他发 一月五千 那现在打工多少钱呀 四千 那您还住家呢 将来谈恋爱的话 怎么办呀 再说吧 好 住房情况 先生有可居住的房子 但是现在不在自己的名下 是吧 对 女士呢 住房情况 我这房子都给儿子 还没有 我什么都没有 怎么没给自己 安排一些养号 没有 我没想这么多 没想那么多呀 那不得想想吗 那老子住在哪 没有 我儿子叫我让我住 我家放在那儿多 房子多 多多呀 十几年吧 都给儿子了 是一时代 这是 我这事 你有房跟你过去 跟我这过去 哪能行 我是个儿子 条件不一样 那您要找另一半的话 是不是还得对方有房子呀 对 那像先生这样 房子也不少 但都不在自己名下 您怎么看 我就是 住的行 先生怎么看这件事啊 我就是找什么追求的 有医保的 尽量在北京市了 我给就走那个 是市场医院 七八百 您那现在医保在哪儿啊 看过老家 如果您找一个外地媳妇 您愿意给他把户口签过来 我愿意给他签过来 他医保没有 都有医保啊 现在这个新农村医保 其实也很方便 也报销70%是吧 给农村报不了 我只能给厂子里报 厂子里报 那也一样 总是可以报销医疗费的嘛 对 那先生就不就行了吗 能报销不就行了吗 就不算麻烦 我看他就烦乎乎 躁乎乎这种状态 我今天来就是 问这几个老师 我能不能说了 还是说好 还是不说好 现在有答案了吗 有答案了我就得了 我就回去了 就是能说 说个简单的就行 您放松休息休息好吧 行行行 我看这急的 受到惊吓了 主要是 你这两档子都这样 他害怕了 我说的 你要开发 你别搞得笑 您是一个 不急不躁的人是吗 一看啥事 行吧 咱更多了解一下您吧 看看我们三号 你是有怎样的故事 怎样的人生 一起进入他的 原来是你的环节 请看 说走就走了 说离就离了 您这关键词够干脆的 说走就走了 是什么意思 出来大工 那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为啥就突然要走啊 我老公 他也在那个楼上住在 我也在那个楼上住在 两个人碰透 前夫是吧 就不愿意看到他 对 就来北京了 哪一年来的呀 去年 那这一年在北京 都干些什么呢 当保安 当保安 后来我现在 当保安 千少 女人当保安啊 那不都是男士当保安吗 一样女人 也当保安 先工资低 又干了什么 餐厅呢 那是最近做的家政服务 最近有几个月了吧 这个工作还顺心啊 而且吃住都在家里 还省心是吧 对 叔叔您觉得那口音行吗 他说还有口音 口音 没事 也没关系 慢慢说听懂 我接着我 也能接着多了 好像您还有一些小视频 是吗 我好拍就视频 来记录一下日常生活 你花钱也太费了 明天咱俩 哎一只吧 早点 那一只你自己挣钱 自己花 我在家义务奉献还得到当 你在外面快活潇洒 我在家熬成老干吗 我是缺儿子还是缺子的吗 别老说我出去能干啥 现在保姆一个月都一万了 想着钱不比你容易啊 为啥在你这委屈求全呢 我娶你干啥的 你娶媳妇 实际上你尽到一个男人的责任 去呵护他照顾他 不是娶回来给你当吗 我也没你这样的儿子 哎呦 哎呦 您这还有点像那种搞笑视频 是吧 而且有自己的主张的那种 不是您现在这个样子 我看那个特别的 撒那种 是吧 娶媳妇不是给你当妈什么的 这是得口香啊 那您今天坐这儿看起来 好像很文静的样子 所以拍一些小视频 不会 不会 我不会 不会 那要播什么 我也没学 没学 那没学看吗 这种小视频 我也不看 有粉丝吗 有 有多少粉丝 有一千多 不到两千瓦了 火山上 哦 所以您其实性格 还是有一些这个 比较直率啊 或者说干就干啊 这种状态 是吧 那这个是和前夫离婚了 所以不想在那个城市待着 是 那怎么回事啊 他会为人一望 会拉糊糊 爱文艺 对 有女的又喜欢他了 哦 情感出了问题 这种婚姻真的守不住 连人的婚都不在家 那哪年离的婚啊 离了又十七年了嘛 那你这都离婚十六七年了 赏心啊 还赏心呢 都十七年了 九二年都分居了 那您这不是守火寡吗 看着孩子嘛 孩子没有妈不行 现在我有点后悔 后悔 后悔什么呀 后悔我 后悔给家带来这么多年 我得 我管孩子什么的 我没找家 我现在岁数到了 不好找了 那也不一定啊 那像您这个年代 单身的男士也挺多的 决决他对婚姻的认知 还是在前一辈的人的认知上 他没有憧憬 那么多爱情美好的东西 他憧憬的只是 结婚生孩子 完了不让孩子 有个幸福家子 那就是一个 他认为的幸福 有了唯一幸福中他们啊 有人说 也有人跟您说 有时候给农村住的 我不去 农村还不想去 我在县城住了好几十年了 我农村出来了 我在给农村去了 太丢人了 我想 你在农村如果过得开开心心的 没人笑话您 您在城市里过得如果不愉快 别人真要嘀咕 也会说 你看他 笨高枝去了 没过好吧 这事有人说好 有人说不好 这人就是那儿 有的人说这人都不错 至少您现在觉得过得还不愉快 很忧郁 我们就可以接受自己不开心 不一定非要笑的 所以我觉得今天您能走出来 来北京 能来到我们的舞台 我都想给您鼓鼓掌 您真的走出来了 真的有可能 遇到幸福的 这一段时间 他给我太高 高不了 我说不高 我在人家是丑的 之前你的人生太多 都是忍气吞声过的 所以真的是活给别人看 所以其实更多时候 现在到这个年龄 反而真的是活你自己 内在真实的幸福 不是活面子 是活礼子 好吧 那接下来要上场的是 三号先生了 一起来认识一下吧 来 有请三号男嘉宾 你好 老师好 来 两位交换一下位置 你好 你好 来 来 先生 女士坐这边 三号男士杨文田 七十岁 北京人 扫 农民 北京有房 您说说对女士的印象 挺狠 怎么好 哪都挺好 抽好哪都好 那抽好了吗 抽好了 啥意思呀 真好假好 客套好 这真好可不是 这客套着好呀 还是真觉得好 不是客套 不是客套 那是相中了的好吗 对 真的假的 您这别 你看你这 翘着脚 真的 真的 他看上他了 那咱有言千里来 相会 无言对面 手男厂场上的先生和女士 是否会擦出火花呢 一起进入他们的 更想懂你环节 来 先看一下子女情况 女士是一个儿子 两个女儿 都成家立业 是吧 对 先生的子女情况 一样 谁也不挑谁 你也是一个女儿 一个儿子两个女儿 对对 都长大 都成人 结婚生子了吧 全都没事了 奉献了一辈子吧 您这 不到一辈子 那不到一辈子 有道理 有道理 这个孩子们都支持吧 我不管支持不支持 反正您来好几次选择了 对 我不管支持不支持 来 健康情况 女士因为住家 那肯定体检都正常 先生您的健康状况 哪病都没有 但我闻着您的烟味了 对 抽就抽一 什么毛病都没有 每天抽多少呀 一盒 一盒 一盒要准 这还少了是吗 年纪中更多 我能继 我能继 我这烟能继 我这 你钱一盒还能继 因为干什么 当着不需要 就想抽烟的 有个伴儿管着您 您就不抽了 不管我想继呢 我知道抽烟不好 我也是该知道 我那屋群的被黄 我都知道 你是介意男士抽烟吗 有一点 有一点 对 就得介意 该介意就得勇敢地表达 那要介意的话 我觉得先生有个人 我挺喜欢人家介意我抽烟 说明你还真介了 对 看看这个收入情况 先生您的收入情况 退休金四千 我没有 没有那什么 没有那退休金 我就是放肚子 四千 这样的 我那农民哪有退休金 有 现在农村也有 对那也是退休金 一千块钱 养老钱 是吧 一千块钱 一千块钱 然后还有四千块钱房租 对 就说四千 啥意思 还有更多呀 保守说了 就第四千 他也没拆见呢 没拆见呢 他有房多呀 他有一件房呢 平房多呀 对 那您是 你是住在这个 出租的房子里 还是 不住 出租哪里 我哪住出租 不是 我的一个好多 这个就是咱农村的朋友 不是 备个大房子 好几个 我住是我的 出租是出租的 这出租出去 多少间房子呀 我二十间吧 二十间 您说四千 那我早说了 别多说 但是没有呢 好好好 谁帮您打理这二十间 我这个打理 自己打理 我谁的玩都不用 当然不够 钱也您自己收着吗 钱我都是收着 我谁都不给 那这一门小生意了 算是 那这个说了算 挺好 挺好 先生还是农村户口 那他生活的地方 曾经也是 就是咱们传统的农村 但是随着我们这个 城市的变化 城镇的扩张 那先生这边 现在基本上是 城市风貌了 对吧 反正差不多 那北京又多远 就在北京啊 你还说离哪样了 你说离哪样多远 离天安门是吧 离天安门 七十五 七十多公里 三十七公里 三十七公里 这就是北京 只是不是北京中心 跟河北的交界 您问这个啥意思呀 没意思 那如果不是北京呢 行吗 反正不能是农村 您的意思是吧 是 他条件还不低 你看你这不对呀 咱从农村来 这还得热爱 现在中国的农村 多富裕多幸福 都住着大房子 好来看看这个 接下来的问题啊 自选项内容 有一些两位 想要互相提问什么吗 你是看看 没有 没有 也不是没有问题 是不认字的对吗 对 这个您介意吗 我不介意 真的不认字 找着老伴 没得不学学去 对 您这心态特别好 那还有我心态特别宽 但是我觉得 是不是应该 稍微学一点 这样生活质量能高一些 我还不是着急 还不是我 你放心 我要我自己这么好 还不是着急 什么都不着急 对 房子 房子招的都不在 大概 您这这么沉静 一句话都不说 您对这先生啥印象呀 看得挺好的 也觉得挺好的 我帮您念一下 这个自选项内容 您看有没有 想问他的啊 第一个问题是 每月的花销是多少 用在什么地方 想问吗 不行 第二个是 爱好是什么 不行 拿手菜是什么 什么都不想问 什么都不想问呀 婚后希望谁掌握 家里的财政大权 不管 那您觉得谁掌握 男的掌握就行 我不管 你不管 吃了那种 有吃了就行 有吃了又穿着那样 他比谁都聪明 我告诉你 他不傻 对 你说他说这话 他能说 他没文化的人说的吗 他真的是这种 可能受一些老思想的 这些根深蒂固的影响 觉得嫁给一个男人 就跟着他 他就是天 他就是地 他就是一切呗 我就负责 干好活 是吧 照顾好别人 就是这样的想法 是吧 是吧 这得遇到一个好男人 才能慢慢地 开发您的自我 让您找到不一样的 这种人生的快乐和意义 您能给人开发 更多的幸福吗 先生 差不多 不感觉多太好 您能给人 什么样的幸福 您说说 开车拉着玩去 吃好的 吃什么 过旅旅游去 都成 什么不成 不开心就成 这次就是开心 我就是 有男人跟您说过 说咱俩在一起了 我就让你开心呗 吃点好的 咱去旅游旅游 开车拉着你 只要喝得来 开心 我没跟男人说过话 很少说话 没跟男人说过 很少 我不拉着的事 我是跟女人说太多了 那说话了 怎么能这么说话 那就反正吓着了 吓着什么呀 这上一个爷们 就是跟女人说话太多 您还说您说话多 哪说说你太多了 给我干着就说话多就得 他是一制作 潘败 和她的媳妇 和她的媳妇 那主持人 那得说好了 真娶着媳妇 就得减少和别的女人说话 那说话可 加少了 那么就跟她说 你那 跟你那 我见你能不严有吗 我这是你在做节目 就笔伏 咱就 我跟你笔伏 我自己做节目 你生活中 遇到女士跟您说话 能不说就不说了呗 说那么多话干嘛 那么一吞 咱们一吞 那带上媳妇一起说 带着她一吞 这我的老带的 我老带去 对的 老带着您 但是也和女的 说话就行了 那说话还反吗 不管 也不管 那您管啥呀 对我好了 行 有吃又喝了 这绝对没问题 我告诉你 有点 是吧 吃不饭 是吧 你做多饭 能沾够水都行 多饭 我还会多饭 行吧 我看这女士 对您就特满意 刚才她听这男的讲的 说有吃有喝啥 她也心动了 其实她也 想找个依靠 对啊 这跟她还不错 那真装的挺好 但是您还不太了解她 咱们更多了解一下先生吧 对 好吗 来看看我们 骚子先生有怎样的故事 怎样的人生 一起进入她的 原来是你的环节 请看 新年住新房 她说跟我触不明白 这岁数找老伴 要趁早 这住上新房子了 又装修 不住个新房子吗 又装修了 您自个儿套钱装修的 那别人谁套啊 您不是有好几个孩子吗 孩子 孩子的闺女不管 人家不住 不住房子也得给装修的 那儿子掏钱了吗 儿子掏点不多 那花多少钱装修呀 小十万 那家里现在住的条件还挺好 那是挺好的 反正咱们村子就算了差不多 这先生特知足常乐 那装修花的算特好 这新年得新气象 住着新房 还得有新人 又买花了 实际上不想着吗 买点花 养点花 不干别的养点花花 买了吗现在 买了 一人又买一百多个元 您没那么大院子住点菜啊 没院这回 哪有院 没院了 这个又跟一人又盖了 又盖了时间 那您现在一共多少间房呀 现在我都闹不清了 就日子过得太好 都懒得数我有几间房 我扶着干嘛呀 行行行 别人住房给我钱呀 咱过得好 过得开心就行啊 不过房少不是最重要 当然收入也挺重要 收入没问题你放心 俩人吃了他就不挣 我也没问题 穿兴了女的 不认字 您听懂他说的了吗 听懂了 他说啥刚才 能顾住生活啊 他就说了 就我找另一半 俩人 我都管了都没问题 是吧 只要过得舒心就行 主要舒心就成 我怎么觉得 女士要跟了他 能过好日子呢 没准别说 这可别说 没准 没准 关键就是您啊 您得把这个收敛收敛 不能因为找一个 比较顺从您的媳妇 您就被宠上了天 还到处跟人聊天 我们这老伴50年 连年纪大话都没说过 真的 我俩50年 20期的婚到70死的 69 只有50年 过得好着呢 就您天天嘻嘻哈哈的 对 老伴也很开心 对 三二阿姨能看上这书吗 应该没有问题 你喜欢这种嘻嘻哈哈 性格的人吗 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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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喜欢这不吭不哈的 性格的人吗 也喜欢 我就喜欢不吓人 哎呦 这俩还真是 有戏吗 他丑了 那人也有戏 有戏了 那您说的 他说跟我触不明白 指的是 就我们这当地的一个 给您介绍的 开设的 一开始在饭店 吃了见一面 嗯 我说你多呢 你有什么事 你一过来 嗯 我们这不是农村的急 嗯 就跟他们那超市急 嗯 急市 礼拜二 礼拜六是急 嗯 逢礼拜六 礼拜二就来 逢礼拜二 礼拜二就来 你说他来买菜 就是买个东西 我能叫他花钱吗 嗯 谁说他 老全是我花钱 一回二百多 一二百 我还得送给 送干净 你干净 还得 还得给他上车 送给你 我说 您挺真诚对他的 嗯 我是对他 我对他挺满意的 嗯 我那我 他老是送孩子 瞧孩子 给孩子 接个人去 送孩子 嗯 送孩子 我说瞧 我瞧一瞧 他瞧多的地方 我一瞧 他住一两台地方 就这么一块一个 和一床 我说这儿 我可住不了 你干嘛要住人家 你几十间房子 他老婆让我来 你搞得要干嘛呢 我这儿 他为了照顾孩子 他说一礼拜 一礼拜一站了 站了五天的 得站六天 里边日子就走 这孩子还小是吗 这么高吗 我这得送 你的送多的呀 不是 您说他这儿孙子吗 还是 孙子呀 哦 不他怎么住 那么小一个地方呀 他没能 能够六十多平米 那儿媳妇 那儿媳妇 那儿跟孩子 跟他们那儿住去 他跟这儿子 那儿媳妇还有孙子一起住 所以您觉得这不成 哎呀 还有一点 我说去了 我拿了点橘子 苹果 桃 拿了二百多元东西 我去坐车去了 他怎么了 我坐车过来 然后对我打一车过去 我直接 哪都认得了就 但是之后 等我都来了 他这儿孔子呢 你进屋后那 我吃点水喝呀 平常吃饭 也没够吃一回 我这怎么的气 我这渴去 就没太操心你 他还没做饭 你要做饭就好点 你做饭 他要做饭呢 我得找个地儿 找点水喝人的 他能外吃 我先行快点 外吃 我买了两瓶奶茶 挺可的 他买他妈呀 您还买奶茶 他让他花钱 我一带多少钱呀 他说手机就我五十九 我说五十九 就外地吃饭来了 那不应该您讨厂 是我花的呀 但是那还都是 十几九我买去 买色 我就给买色了 就是您觉得 他还对您不太上心 进家也不给喝水 不会 不会 他不会伺候人 我找你 你找你干嘛 还要伺候 你找人伺候您的 实际 这么常说是谈恋爱 有一大五一大 那么多天不见你 你还去找 实际就是 真说白了 有点冷 冷却的状态 你就不能再上去找个人 你还带个孩子 你说你再去找 还等着人伺候你 这样啊先生 我能理解您想找一个人 我们相互照顾 心里得有对方 互相照顾 说话不能说得变味了 你不能就我照顾你 你不照顾我 对对对对 我上人家去 你来我们家是 总给你气 该走我走 该外出外 该我家驾驶 老姓 我给你老姓 去到人家家里 水都没有一口 连个水我都没喝着 我这咋能气 我就跟别人说 我说 茶都不成了 你还问什么 等到接了五天 他过来一电话 他说老杨 我跟你出名 我说出名 出名就得了 他说你什么意思 我得了 我这什么意思 我这么待你 你还怎么出名 听明白了吗 女士 听明白 如果是您呢 您遇到一位先生 像他觉得 您还挺满意的 您会怎么对他呀 做饭吃吧 等会儿拿信 一笔心都是 这女士要您找了 她连那小地儿都没有 她还真的上您那儿去 那边 我那有的 随便住 所以您说 这岁数找老伴要趁早 对 就大爷您了 就我 哪个我不会说 说那什么的 今天我是心情不好 我来就是为了 老伴走了不太久是吧 今天 整三年 到4月5号整三年 老伴是生了什么病 老伴是 在图难器 那图难器 咱们那不大的炕嘛 这炕那个 通一门 通一门呢 那边有一门 它不通房吗 这那里路子 这边搁着 它进门呢 那边没有有份 有没有现在下大学 就寻着了 我这儿是麻将推了 不做饭 好 我上回一推门在那堂上呢 谁寻着了 是儿媳妇和您媳妇都寻着了 都寻着了 都没有 见面就叫我医生啊 我又给我打电话 你过来吧 回来吧你 我说他寻 你那边 你快把他寻着了 我就把他拉到台去了 拉台之后呢 我一千分钟呢 我反正也多少 不坏了 我一千分钟 他哼了我 我白 我没事 但是我跟人家在家呢 人家说 你把您回来吧 他说我妈 我妈就又哭闹了 嘿 我以为下去呢 上黄东区 他说也是没进去呢 他轻 他说你刚才在高压仓 在弄这个 他说的大 在高压仓 我陪他在高压仓 在里里边 那回来又小脑 小脑闹了吗 我们说 小脑说到了 又说啥不啥捏不捏 最起码有病 都得一块 都弄走啊 是吧 都在一个屋里 都上院嘛 对啊 这最起码尝试 这甭管轻重 你都拉去看看呀 对对 后来是因为什么 离世的 又摔尿病了 我伺候半年 也就不得死了 所以就是一次 煤气中毒 导致小脑萎缩 接下来就很多病发 对 就是还有器官的摔尖 还有糖尿病也有 糖尿病 但是也伺候了半年 该进的医务都进了 进了 钱也花到了 吃也吃到了 唯一遗憾的是 走得早了点 让您一个人哭打 死时候又给扮一套 没遗憾 也风风光光的下葬了 对 我跟你讲啊 女士 咱这老爷子 他说话总带笑容 但是真的内心 觉得很幸福 包括对他媳妇 人家都是一种 我真的对得起我老婆 我还给他风风光光大葬 我该花钱 该让他吃好 多让他享福 没遗憾 虽然他走了我难过 但是咱日子还得继续过 所以他的笑 是真的发自内心的 对生活的这种知足 您这个笑呀 刚才呢 是挤出来的笑 我倒觉得你刚才听先生 讲他的这个过往的时候 你脸上那个平静的表情 那是真的你 这个挺好的 或者你那个表情 微微带着一点 哎呀 羡慕 我要能有这样的生活 挺好 你又笑 这个笑 我觉得是开心的笑 所以两位其实 跟我受不了罪 开心不开心 真的是跟着先生受不了罪 这先生也不是第一次来选择 老师们对您也很熟悉了 老师们虽然了解先生 但是今天这个新的组合 你们是什么样的建议啊 三号先生倒是快人快语 特别爽力的这种人生啊 然后我是在想 因为三号女士的这种性格 特别温吞 所以这种状态 好像是比较互补啊 但是到底相处起来 能不能很和谐很舒服 这个我觉得还是真是需要观察 而且 就是我还是对三号女士 有建议啊 就是你得内在 升起你更大的力量来 要不然的话 你真是把你的人生拱手相让 然后如果遇到了个好人 然后你接下来的命运还好点 关键你的那种隐忍的性格 会让谁现在都想欺负一下 你会吸引别人欺负你 不是说这个人他不好 我估计好点的人 跟您相处久了 都都都想去 揉吧你一下 去欺负你一下 所以你真的得改性格 因为未来是两个人 真的在一起过 更清爽的日子 更幸福更好 这是大家想要的 对 按照我对于老家身边的这些 大哥们这个感觉 您恐怕是属于那个 时代弄船走在前边的 是不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有那么点 这是对您的一个初步印象 那么为什么要说这一段话呢 因为三号女士说 我得找一个城里的 事实上 您所理解的那个农村和城市 可能会停留在您对老家的那些 身边的人们的一个印象 那么眼前这个大哥呢 他一定有他的优势 您不要被他什么户口 这是什么城市吧农村吧 不要被这个受限制 那从您二位目前的状态来看 就是两位当下的状态来看 匹配度其实是非常高的 一个是愿意管您的衣食住行 一个是愿意把自己完全托付给一个 就是这样的男性 所以以二位目前的状态来看 是很合适的 那我觉得这也是叔叔 为什么一上来就这个没开眼笑啊 也是觉得可能在现在 还能找到一个像您这样的 贤良淑德的女士 其实挺难得的 对吧 没有那么多的要求 然后没有那么多的物 就是物欲 也没有那么多的小任性啊 然后小娇气 就是他不需要过多的去 照顾您的情绪跟情感 所以这些可能对很多 像叔叔这样的男士 是挺难得的一件事 所以我特别希望您能 很认真的考虑对面的这位叔叔 但是我还是想跟您说 就是今后无论我们跟谁在一起 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 就是您之前都没有做到的一点 就是爱自己 没有关注自己的情绪 没有关注自己的想法 也没有关注自己的需求 其实更爱自己 别人也才会更加地爱我们 也才会更加地尊重我们 会更拿我们当回事 所以这个是给您的一个小建议 就是您要更多的关注点 放在自己身上 想想当下我需要的是什么 要允许自己有喜怒哀乐 允许自己有不满意不高兴 允许可以跟对方去沟通 去交流你自己真实的想法 这样才是一种良性的婚姻关系 所以看看最终的选择怎么样吧 如果叔叔给您献花的话 希望您能接 希望您能下去深入地沟通一下 了解一下 让您的生活多姿多彩 咱们觉得他俩有匹配度吗 但是刚才那姐妹做的 她说了不喜欢找那个长眉毛的男人吗 好眉毛长啊 她不喜欢找这个面向的男的 好 我们的男女嘉宾都已经灯台亮相了 他们之间会有牵手成功的吗 让我们去进入最终选择环节 你好先生献花吗 好吧 献吧 掌声鼓励一下啊 来 请走到这里 请走到这里 请 你要把花献给谁啊 王女士 来 有请王女士 有什么想跟王女士说的 你别凑得太近了 咱们慢慢了解吧 就你还不说一个喜欢人家呀 希望你以后有机会 咱们打赏比赛 好 谢谢 接花了 接吗 接吧 哇 恭喜两位 来 牵手成功 牵手啊 牵手 牵手 这要握手 手拉手站在这里 二号叔叔献花吗 不献了 三号先生献花吗 献花 来 来 鼓励一下 我献了个没事 我跟她姓什么 不是她姓什么 我问问 我问问 当时我不是尴尬我们那儿吗 你告诉她你姓什么 姓霍 姓霍 要把花献给谁呀 给那霍女士 来 有请霍女士 站过来呀 要跟霍女士说什么 咱们俩先接着接着 您不得说喜欢呀 喜欢不行 能给她献花吗 太 表达一下自己的真心 我不会 我没愿意 我不会夸人 行 行 行 再问一遍 问人愿不愿意接花 愿意接着花 那不然你接着接着 愿意接触接触吗 只是从朋友开始做起 对 接触接触了解之后 咱再确立 是要去恋爱呀 还是觉得不合适呀 还有时间去思考 先奔着那个恋爱的朋友去 你这儿还犹豫了呢 愿意试一试吗 你说说你的顾虑是什么呀 没发现你有顾虑呀 刚才 不是 你能接接不能接 不接我也不顺着 对啊 没事 你有什么顾虑说一下 没演员 感觉才 没演员 所以您是拒绝了 行吧 行吧 所以金零老师 咱们刚才的分析和判断 不是完全的准确 女士很有要求的 不是没有要求 演员都是她过不去的坎 更别说其他了 谢谢三位老师 谢谢我们现场工作人员 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收看我们这期节目 我们下次再会 谢谢 她是温柔的未婚女嘉宾 这么复杂呢 编得真好 我觉得还是没有遇到那个对的人 她是出了名的好人员 阿姨一来了就找我 阿姨老婆 你那小伙子怎么来啊 她事业有成商场精英 您不都50了吗 这还怎么生孩子呢 喝酒这么发达 我以为这个问题好像不是很大 她热爱运动 身强体健 为什么你再婚 一定要再有个孩子呢 你也56了 对吧 您看 您刚才看我那几个 我那几个 她热情开朗 爆笑全场 这眼球这样我不行 我自己身上都不想对 我不能再说了 只是你是主持人 就急了 她踏实能干 只想找个一心一意 对自己的有缘缘 第二点三号 你是量身对做的吗 六位嘉宾走进选择 能否邂逅爱情 又能否牵手成功呢 明晚21点30分 敬请关注选择 65岁的苏女士 晚年选择与子女一起生活 但 喂 妈 我晚上加班 不回去吃了啊 不一样的选择 不一样的生活